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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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 这是你最爱吃的臭鲑鱼 来了 还唱了尝尝 师六 味道怎么样 一会儿尝尝你嫂子做的菜啊 怎么样 味道如何啊 一样 跟原来完全一样 嫂子 不管志愿身在何处 最让我相亲难却的 最惦记的 思念的 就是你做的菜 快吃吧 美味招来云外客 清香饮出洞中仙哪 的确是一局 爹 志愿 咱们家好久都没有这么快乐的笑声了 来 我们干一杯 喝酒是可以的 总得有个由头吧 就为就为咱家重过新生 爹 就算为我践行吧 你要走啊 我打算明日一早就走 志愿 怎么这么着急走啊 皇上开恩允许我回乡探亲 按照原先既定的行程 已经耽搁不少了 爹 如果再拖延下去的话 我怕回京不好交代啊 志愿 你身负皇命 虽然身不由己 但也是我们谢家的荣耀 志愿啊 皇命不可为 这爹明白 只是你这岁数也不小了 此次回乡 如果能把婚姻大事解决了 再回京城也不迟啊 爹 志愿在京城 已经晚婚了 什么 你在京城完婚了 这 这得婚姻大事 也不会家里打个招呼 就 就擅自作主 自行解决了 爹 这件婚事来得太匆忙 太仓促了 一定要挺爹原谅孩儿的不告之罪 这件婚事是 是袁大人给孩儿做媒主婚的 袁大人 莫非就是那个智勇双全 屡见其功的袁成焕大人 正是 好好 好 好啊 志向啊 既然是袁大人亲自给你提的亲啊 你来不及告诉我们也就算了 可是 为什么这次回乡探亲 不把新媳妇也一块儿带回来呀 本来是要一块儿回来的 可是临行前 新媳妇突然患了病症 寒儿怕她经受不了长途跋涉 所以我才一个人回来了 爹 你就让志向早些回去吧 一是君命不能违 二是她的新婚妻子还在病中 于清于礼她都应该早点回去照料的 你嫂子说得对啊 既然如此 那明天一早就送你回京吧 爹 咱就不惊动族人了 明日一早 我就带着望水一个人悄悄地走 你带望水走 跟她爹说好了吗 跟晋才叔早就说好了 以后啊 望水就跟着我做事 好 奶奶 只想明天就要走 跟您告别 来 小子 那她有希望 给你做的谢 嫂子 此情此情 犹如昨日 只是物在人一望 物处画几零 知相 从小你的心思就比别人细腻 话虽然不多 但是做事很有分寸 这点啊 嫂子对你放一百个心 但是你要记住 不要把什么事都憋在心里 不与别人说 容易把自己憋出病来的 嫂子 你记得我说过 其实我希望永远也不长大 只跟你和奶奶 一辈子 就守着你们过日子 我哪里都不要去 说这话时 知相还是个天真少年 可是转眼间 知相已经变成朝中栋梁了 朝中栋梁 又有何用 奶奶走了 她已经不要我了 嫂子 你答应知相 你可不能不要知相了 做了朝中栋梁 还说这样的傻话 嫂子不会不要知相的 嫂子永远都不会不要知相的 下次回来的时候啊 记得一定要把契儿带回来 给嫂子带回来 别忘了 不用了 往下 爹 您怎么来了 绣云啊 李娘呢 没跟你一块过来啊 我对不住你们谢家啊 我今天来呢 是谢罪来的 怎么了 爹 出什么事了 李娘 她失踪了 这门啊 李娘啊 是东霖党顾公子的遗孤 你说我们谢家保护东霖遗孤的名声 已经在外边传得是沸沸扬扬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啊 你可现在呢 李娘不见了 你让我们如何向世人交代呀 葛文兄 全怪我呀 全愿我的叔父大义 才使你们谢家现在处在 如此难堪尴尬的境地呀 话不能这么说 当年要不是你在危难之时伸出援手 我们谢家恐怕就 这么啊 我刚才是情急之下说的话 葛文兄 别往心里去啊 哪里哪里 葛文兄说的也都是实情啊 可李娘能去哪呢 既然爹说 李娘是在晖州这一带走丢的 我估计应该不会走太远 还在那一带 智行啊 你啊 先别忙着回晖州府做你的生意了 生意的事儿 让志成先替你忙着吧 你啊 即刻启程去找李娘吧 我也跟着去 毕竟李娘是从我手中走失的 再说多一个人手总是好的 智盟兄 你要是再这样说 我真得跟你赔礼了我 爹 找李娘的事儿 你们不用担心 我和智刘一起去就行 好 来 东西都收好了 收拾好了 志成啊 我在想啊 这晖州的生意被燕党这么一闹 会不会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爷爷 事有机缘不先不后 咱们家经此一劫 说不定是塞翁是马 燕之非福啊 你做事爷爷放心哪 但你要记住 善为至宝 心作良天 与事忍让三分 不会有怀中 爷爷 您放心吧 志成在外做人做事 都会谨记爷爷的教诲 志成 好 爷爷有几句话 一直想跟你说 爷爷跟你说了吧 什么事儿啊 爷爷年纪大了 不久 就要到那边去 见你大奶奶去了 爷爷 乔征过世已经这么多年了 你怎么还不打算娶亲呢 等到什么时候啊 爷爷 这事儿还是等等再说吧 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难道你真要成为爷爷这样的 孤老头啊 爷爷 孙儿的事儿您就不要操心了 再怎么说 也得等我把惠州的生意 安排妥当以后 咱们再商量这事儿 爹 爹 爹 什么事儿 哥妃 他充军云南 转道回来了 现在就在镇口 他想见见爹 他有脸回来 告诉他 我没他这个儿子 爷爷 不管怎么说 哥妃说投靠阴党 并非出自真心 是啊爹 您还是去见见他吧 不去 他不是我的儿子 不去 我去 我去 你去找他 你去哪儿啊 我去哪儿啊 你去哪儿啊 你去哪儿子 我们去哪儿子 葛飞说 怎么 爹他不肯来吗 葛飞啊 受苦了 你 你得体谅 爹 你做的那些事 太让他伤心了 怎么说 爹是不肯原谅我了 爱之切 恨之深 葛飞说 爷爷其实心里是惦记你的 只不过 他的身份 确实不便来和你相见 你得体谅 体谅他 葛飞说 爹 您保重 您保重 孩儿不孝 孩儿死去 这辈子国家再也回不来了 再也见不到你了 爹您多保重 爹 您保重啊 爹 快 小子 哪 您 destin 爸爸 乱 幸春 如果有下辈子 我们还做夫妻 月芳 吃饭了 你 小云呢 来来来 我和你睡点睡 来 爹 你先喝点茶吧 小云哪 爹想跟你商量点事啊 玉芳呢 虽然是我的亲生女儿 可是 她毕竟是被我开了足迹的人呢 青春呢 虽为旧至亲而死 可 可是 她毕竟不是我们谢家的正式女婿啊 小云哪 你说爹说得没错吧 咱们谢家人 经历了这次磨难 族人们 倒不会说什么了 可是 不能让玉芳这样 在家里不明不白地住下去啊 这让外人看见 这 这算哪档子事啊 爹 那您的意思是 爹的意思啊 你啊 赶紧给她张了门婚事吧 尽早把玉芳啊 给夹出去 这样啊 省得别人明里不说 她背地里戳你的脊梁骨啊 爹 玉芳 今天我要跟你说明了 我是不会嫁人的 青春是为了谢家死的 我就要为青春守寡 而且一定要守满三年 如果爹觉得 我待在家里碍眼 怕人说闲话 那我就等我哥回来 跟他一起出门去做生意 什么 做生意 你 你难道要跟你哥过一辈子吗 那也没有什么不行的 胡说 我从来没听说过 妹妹要跟你哥过一辈子的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唯一的出物 就是赶紧找个人出嫁 我不出嫁 少说两句吧 好 好 你不出嫁啊 那那你就去当医工去吧 反正你别在这个家待着 我不出嫁 我不出嫁 我也不去当医工 我就在家里待着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家 也是我的家 好 这是你的家 那你自己在家待着 我走 爹 爹 爹 你还真的要走啊 玉芬在您眼里怎么说还是个孩子 你何必跟孩子赌气呢 爹 一直要走 也要告诉绣云您要去哪儿啊 绣云哪 爹能去哪儿啊 其实啊 我不只真的在跟玉芬生气 只是这孩子 抬起我了 我就说嘛 以爹的宽宏大度 怎么会和自己的女儿计较呢 爹 那您不走了吧 绣云哪 爹 是要到祠堂里头住 我要去编写咱们的族谱 这也是你奶奶和全族人的心愿哪 爹一定要在有生之年把它完成了 爹 你怎么不早说呢 害得绣云下出一身冷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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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了 爹您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这个家的 还有一件事 萧月 就是玉芬的事啊 她一直是爹心里的一块病啊 你能帮着爹把它解决了吗 爹 爹 我会尽力而为的 嗯 修菜宫 这就住进祠里边修谱了 是啊 你的事啊 哎呦 完了 整天啊 一天天的凉了 一毫碗 吃啊 住啊 一定要多注意身体 葛温叔啊 葛温叔 葛温叔 哥 玉芬 怎么 就你一个人在啊 你爹呢 他搬走了 他要我出家 不然的话 他就不回来了 又怎么了 that you 打算怎么办啊 志诚哥 你说我该怎么办 你应该问问你嫂子秀芸 我嫂子和我爹都要我嫁人了 可是我不想嫁 嫁人有什么不好 你为什么不愿意嫁 你倒是说说 嫁人又有什么好 志诚哥 我想跟着你和我哥去做生意 那不行 哪有女人做生意的 我可以做男人啊 玉芬呀 这可不是儿戏 千万不要一起用事 懂吗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好 秀芸 志诚 你来得正好 等知情回来你告诉她 我先回徽州了 我会帮她把店看好 她回来以后让她去找我 好 那我先走了 这都跑了半个徽州府了 李娘连个影子也没见着 我说哥 我怀疑李娘是不是已经离开徽州了 她回南京老家了吧 再找两天 如果还找不到的话 咱们就回家 哥 我看那地儿也不像有人烟的样子 李娘要是在这儿啊 早就为老虎了 快走吧 快走吧 你说这荒山野岭的 这到哪儿找去啊 别啰嗦了 志诚 老任家 老任家 我向你打听点事啊 打听什么事啊 那个 你有没有见过一对母女啊 那女的长得挺漂亮的 嗯 你们从哪儿来的 哦 从谢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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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都打死我了 嫂子 怎么样 现在还看得出来我是个女人吗 是提相个俊后生的 来 嫂子问你 你想好了今后到底怎么办了吗 嫂子 我都想好了 等我哥一回来 我就跟他出门去做生意 嫂子 嫂子 不要再走弯路了 你自己想一想 从你自作主张跟了庆春 这些年你吃了多少苦 难道你不想下半辈子好好的过日子吗 听嫂子的劝 我一定帮你找个好人家 嫂子 其实 我不是不想过安稳的好日子 我的坏名声 早已流传在外 好人家 哪里还有人敢要我 本地找不到 我们就去外乡外先找啊 嫂子 你就不要再为我的事情操心了 我主意已定 今生 我绝不再嫁人了 家里 是谁 是谁走了 是奶奶 是奶奶 奶奶 是李娘害了你 都是李娘害了你 李娘 你不要太难过了 奶奶是在谢家的灾难过后才去世的 奶奶走得很安详 不 是我害了奶奶 是我害了奶奶 李娘 李娘 你就不要自责了 奶奶走得很安详 没有受罪 她从来都没有怪过你 我们谢震的每一个人 从来都没有说过你的不是 果真是这样 谢家的大恩大德 李娘更是无以回报 我要为奶奶供茶烧枝 受灵到七九 奶奶 爹 李娘和孩子我都找回来了 两个人都挺好的 您就安心吧 好 好 李娘回来就好啊 我们谢家总算做了件积德的事情啊 爹 您什么时候回家呀 我 我已经在祖宗面前发过誓了 不修完族谱 绝不离开祠堂 爹 您就真的不回家了 秀云哪 君子一言司马难追啊 我不能自己失言吧 芷青 以后家里这大小事就交给你们了 你们就让爹安心地在这儿了却心愿吧 爹 那您就在这里安心修谱 家里的事就交给我和芷青了 嗯 李娘 我得到了消息 南京的官员就要来人接你们母子俩回南京了 什么时候 大概就这几日吧 芷青 那朝廷要怎么安置他们呢 好 如今那朝廷对待像顾公子这样的东林党人 都要平反昭雪 他们的家属和姨姑 大都会继承仙人的家业或官位吧 太好了 妹妹 你们终于熬出头了 芷青 你终于完成了对顾公子的事业 你可以送李娘回家了 是啊 姐姐 姐姐 那个时候我除了死 没有别的选择 不瞒姐姐 我死了多少回了 可是都没死成 十四岁那年 我被人花了一百两银子破了身 从那以后我就不是个人 就成了没有灵魂的心事走肉 这些伤心事就别再提了 姐姐 这些事我从来都没跟人说过 说了 我也就解脱了 那你就说吧 幸运的是 我遇到了知音顾公子 顾公子不仅一表人才 品行正直 而且行事不拘一格 绝不随波逐流 只是 我们最终也没有逃脱掉 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枉然的宿命 妹妹 顾公子虽然不在了 但是她曾给予你的那份情意 是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 不是吗 姐姐 李娘 还有一事相求 不知当讲不当讲 你别说求 有什么事就尽管说 姐姐 你答应我 不管将来妹妹在哪儿 或是在做什么 你都要把秀武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 秀武不是一直都叫我大娘吗 那她就永远是我的孩子呀 谢谢姐姐 今生今世 李娘是不会忘了姐姐的 你们谢家可是立了大功了 各位官爷 三爷 志卿啊 李娘的行装都准备妥当了 准备好了 那叫李娘出来见各位大人 秀云已经去叫了 志卿 秀云 志卿 不好了 李娘她 咋了 志卿 媳妇 出什么事了 上苍有眼 皇恩浩荡 公子冤情得以昭雪天下 顾家后代生存也已无忧 李娘心愿已了 再无苟活世上的意愿 就此可以安心地追随顾公子而去了 秀云姐姐 别忘了你答应过我的话 秀云 就交给你了 她还能够作为你更多的事 她的思雨 谁我认为她肯定不爭 我也不想要 极限不爭 李娘 不哭了 准备了 她的思雨 咱们不爭 她才发现她的心准备回来 只要秀武好好听大娘的话 李娘就会从天上来看你 李娘 放心跟故公子去吧 你们的孩子 就是我的孩子 我和秀芸会好好待她的 秀芸 秀芸 你说现在秀芸非要跟我出门做生意 你让我怎么办呢 你这个妹妹 她的心是天上行走的云 家里是留不住她的 至亲 我看不如这样 你把秀芸跟直流都带走 我在家 也好安心把两个孩子带大 好吧 也只能如此了 直流 快看 这就是我原来的茶庄 志诚哥 志诚哥 志青啊 志诚哥 快来 你 志诚哥 认出这是谁了吗 我可真是服了你了 你还真要做商人呢 怎么 就你们男人能做商人 我就不能做啊 不啊 偏要做给你们看 我们秀芸哪 是天下的棋女子啊 我也希望你能成为 天下女人中的楷模呀 志诚啊 来 这边呢 我已经收拾好了 你再看看 有什么需要跟我说一声 志诚哥 我都想好了 我不想 不想自己单做了 我还是想和你一起 好好地经营咱们谢家的茶庄 我觉得 这才是正道 好 好 娘 娘 什么事啊 总是毛手毛脚的 担心摔着啊 娘 我们可不是想孩子了 我们都已经长大了 再大 在娘眼里啊 都还只是个孩子 娘 爹从南京来信了 快念念 看你爹心里写什么 好 娘 爹在信上说 他和直流叔去北枝里 开拓茶市去了 嗯 大概中秋节 就能回来跟咱们团聚了 对啊 是吗 那真是太好了 闹匪患 志诚哥 我哥他们不会有事吧 北枝里那一代 知青削徒的时候跑过 他应该熟悉的 再说了 北枝里那么大 叛军人又那么少 应该不会碰上吧 我知道你是给我吃宽心丸呢 我哥要是听了你的话就好了 我也就是想到闹灾民 不搭太平 可谁想到连北枝里都乱了 大哥 直流 大哥 直流 快 快去救大哥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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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刚到北枝里啊 就听到兵变的消息 我当时我就劝大哥 说不行咱们回去吧 赔点就赔点 图个破财免灾 大哥就瞪我 说要回你回 这有什么的 你还能干成什么大事啊 北枝里这么大 哪那么巧就碰上兵变了 那后来呢 乱兵倒是没遇上 可这兵货一起 地面是跟着乱了 到处都是难民和盗贼 再加上平乱的官兵 你也分不清楚 谁是官军 谁是乱军了 反正借了东西就抢 这下大哥心里毛了 刚想往回撤 可是已经晚了 那天刚走到焦河 正走着呢 前面就嚷嚷 官军来了 官军来了 我们就赶紧往回跑吧 可刚往回一跑 又遇上盗匪了 东西抢光了不说 还把大哥给打伤了 那他人呢 我们逃到四周 大哥再也走不动了 我把他安置到了一个客栈 一刻也没敢耽搁 赶快回来给你们报信了 二弟 那知情的伤怎么样了 大哥受的是内伤 很重 他让你们快点去 晚了可能就见不着了 那咱们都赶紧走 二弟 让您多受累了 一分走 好 殿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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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见不着你了 不要说丧气话 大不了咱们兄弟 再从头开始 关键是现在 要把平治好 懂吗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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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来了 哥 别哭 别哭 咱不是活着见着面了吗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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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坚持住 你不能就这么走 嫂子和孩子都在等着你呢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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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芬 玉芬 去 你和支柳 到外面去一下 给哥弄碗汤来 不 哥想喝口咱家的汤 不 我要守着你 你要是不去 哥可又喝不着这口汤了 回 回来 回来再守着 去吧 哥 去吧 去吧 芷青 你一定要挺住我 芷掌哥 我不行了 芷青 不许说傻话 我要带你回家 给你找最好的郎中 把你的病治好 你不会有事的 芷青哥 我清楚得很 要不是为等你来 我早就咽下这口气了 芷青哥 芷青哥 有句话要问你 你一定要告诉我实情 你说 你是不是心里还一直有着绣云 你这是说到哪儿的话呀 芷青哥 芷青哥 我是要走的人 可就在这会儿啊 我这心里头 亮得跟明镜似的 远的 近的 过去的 现在 那些个人哪 神儿 是是非非 恩恩怨 一下子在我的心里头 就都清清楚楚的 芷青 芷掌哥 你只要告诉我 你这么多年没有续曲 是不是心里还有着绣云 你说呀芷掌哥 这就是 芷青 这些年 我一直都希望你和绣云 能摆头偕老 你小心吗 我知道 你是因为心里有了绣云 就再也可不下别的女人了 是吗 这种感觉 我也有过 这是什么呀 是我给绣云写的遗书 芷掌哥 我在这里面写得很明白 以后绣云和孩子们 我可就托付给你了 芷青 你别这么说 芷掌哥 芷掌哥是我托你的最后一件事 你忍心拒绝我吗 你忍心看着绣云和孩子们 想把生孤苦无依 你忍心叫我死不瞑目吗 芷青 芷青 你不会死 你听我说 其实在我心里 我从来没有跟你真正分开过 我们永远都是兄弟 永远都是一虎的 芷青 芷掌哥 她这个交给绣云 你要答应我 此生绝不亏待他们母子 你绝不亏待 芷青 你会活下去的 你等着 我去逃城 咱们马上回家 你等着 你绝不亏待 绝不 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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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不能就这么做了芷青 哥 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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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着你回来给我约定 怕你回来给我绝望 宁愿等你到人老求荒 也不愿回来 雪上加霜 等你回来 等你回来 一百年 等你回来 那一瞬间 等你回来 等你回来 等你到永远 等你到永远 你们怎么都回来了 志成 这真的是至亲的遗书吗 你到底喜不喜欢志成啊 嫂子心里头明白 何必还要再问呢 你现在翅膀硬了 敢做的事情还不止这些吧 二叔啊 如果你觉得我哪儿做得不对了 你尽管指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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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